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娱乐圈中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美女和帅哥了 为了能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 他们在背后也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有的人会从内在提升自己 而有的人却只把目光停留在了外表 比如吴谦宇 抛开别的不说 吴谦宇确实是能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惊艳的美女 而且她的演技非常不错 若能将生活重心放在演戏上 说不定早已成为了万人追碰的影后了 然而她却陷入了无比复杂的名利场中 虽然年纪不大 但身上却贴满了很多标签 拜金 虚荣 正荣等等 她的发展可谓是一开始就站上至高点 刚出道就被黄拜名利捧 还让富二代凌申深深地迷恋上她 凌峰对吴谦宇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宠溺 但是吴谦宇却甩了 30亿身家的凌峰 然后吴凤衔接 盼上了上百亿身家的富三代 施伯雄 用了这些经历 所以她才会获得富豪拘金手的称号 放肩几毒调侃 如果吴谦宇出一本撩汉秘籍 恐怕所有女性熬夜也会排队购买吧 吴谦宇经常和富家公子千金混在一起 很想融入上流社会 她时常强调自己的父亲在澳洲开餐厅 计划把自己打造成名媛 但是谎话总会又被拆穿的那一刻 她的同学就亲自爆料 说吴谦宇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商贩 在澳洲一家餐厅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就被她用来作假自己的身份 吴谦宇之所以功力心这么强 很大原因是受父母的影响 在她小的时候 她母亲就把她打扮得非常漂亮 一直给她灌输要嫁入豪门的思想 即便还没有成年 她的母亲就让她参加香港小姐 后来得到黄百名的赏识 吴谦宇的母亲是排除种种困难 亲自替自己的女儿签下合约 刚刚十八九岁的吴谦宇 对自己的演艺事业并不上心 却经常和富二代出入娱乐场所 之前她周旋在各种富二代中间 直到2012年 因为和林峰合作 男人如衣服 两个人关系比较暧昧 后来直接成为了男女朋友 这也算是吴谦宇第一日正式的男朋友 林峰很红 而且是富二代 对待吴谦宇特别的好 十八万的爱马仕情侣报 说买就买 还在媒体面前用七个很爱 宣誓主权 在吴谦宇二十岁的时候 送给她二十万的钻石手表 二十一岁生日又送了三千万的豪宅 豪宅面积转了半边山 就算是吴谦宇没有驾照 林峰硬是送了她三百二十万的豪车 平常出入高档 餐厅更是一致千金 直到2018年 吴谦宇被爆出 和一百亿身家的施伯雄秘密约会 甚至还在饭局上 直接坐到了她的大腿上 两个月后 面对记者的采访 林峰一脸苦笑 表示已经分手 在吴谦宇的社交平台上 总是会有施伯雄的身影 但是施伯雄却非常抵触 回答关于吴谦宇的问题 甚至表示不堪其壤 清场上失忆 自己的演艺事业也被自己毁了 黄拜明碰了她六年 始终血本无归 于是被打进了冷宫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 之前林峰送她的豪车豪宅 都被收回 如今她只能租出租 出行靠大敌 后来又意挽回林峰 但是林峰却和张新月非常恩爱 走入了婚姻殿堂 吴谦宇也坐不住了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的照片 并且称 你是不投的 似乎另有所指 除了她的容貌和身材 非常傲人之外 无名纸上戴的那枚金色戒指 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难不成秘密结婚了 近日 吴谦宇也真的传来了好消息 又报道称 吴谦宇即将在明年 秘密嫁富三代男友 施伯雄 当下两人正处于试婚阶段 据悉 吴谦宇和林峰在2018年分手后 经由好友马天佑介绍 火速与富商 施伯雄擦出爱的火花 南方为地产商三代太子爷 毕业于美国知名名校 一手创立了网上房地产平台 更得过网络人气大奖 身家百亿 既有才又有才 绝不比前男友林峰差 不过恋情曝光后 施伯雄却始终没有承认过 吴谦宇是他的女友 在去年4月 吴谦宇还突然宣告单身宣言 他表示希望找一个理解自己的人 之后二人的感情动向 成迷 2019年的最后一天 林峰宣布与张新月结婚 日前更指张新月已经怀孕 并在林峰的香港豪宅中养胎 此前吴谦宇受访问时被问到林峰的婚讯 他立马收起笑容 还直言拒绝恭喜对方 疑似自己恋情不顺 前任却好事连连 他恼羞成怒 不过据吴谦宇闺蜜透露 他与施伯雄去年分手 接近一个月就火速复合 并没有外界坐船的受情商影响 不满林峰结婚 而与施伯雄重归于好后 二人感情更胜从前 疫情前频频相约出国度假 吴谦宇多次晒男友 视角美照 偷偷秀恩爱 反港后 两人也常常一起出海开吧 吴谦宇也早已打入了施伯雄的好友圈 经常陪男友 与好友聚餐或出游 二人出双入队 非常甜蜜 日前施伯雄带着吴谦宇一起 现身公园散步 同行的还有两位友人 当男友在聊天时 吴谦宇就坐在一旁安静等候 非常乖巧 他们离开时所乘的豪车 价值超百万 又穿这是施伯雄 送给吴谦宇的定情信物 感情越发稳定的吴谦宇和施伯雄 也将婚期提上日程 据报道 是吴谦宇的密友透露 他正在积极筹备明年的婚礼 而知名风水师则表示 虽然今年才是吴谦宇的桃花年 但是由于特殊情况 所以明年才是婚礼的好时机 而婚期有传的是明年六月 大约在半年前 施伯雄就花了3340万 买入西贡奥龙一个单元 这个位于清水弯道的低密度豪宅 单元面积1837尺 现实市价4500万 闺蜜还透露 施伯雄特别助纣新房的装修 因为知道吴谦宇喜欢公主风 所以特意设计欧鹿色彩浪漫温馨 而浴室的设计有一个特大的按摩浴缸 将来可以和吴谦宇大玩 鸳鸯细水增加夫妻请趣 最重要的是 临近西贡码头 适合喜欢出海玩水上活动的他们 如此看来 两人早已经筹谋此事 另外吴谦宇原名吴兴柔 名下还有一辆 价值百万的宝石街 但车辆地址 确实是施伯雄的南湾豪宅 有传闻称 这是施伯雄送给吴谦宇的定情礼物 除了送礼 施伯雄还投其所好 经常陪伴吴谦宇 出海玩水上运动 将女友的兴趣变成自己的兴趣 有车又有房 现在是借一纸魂书楼 再一看 三千万豪宅 好像是很大手笔 但是细想一下 在香港三千万确实不多 比如说 雄带领的妈妈到香港 帮她照顾两个孩子 她的老公 郭可颂就买了一套 三千万的房子送给岳母 这么一看 施伯雄这三千万的豪宅 也并不好啊 再一看 林家看不上的吴谦宇 施家为什么就能看上呢 为什么就能点头同意呢 很大一个方面 可能是吴谦宇自己放的烟幕弹 自爆来给施伯雄增加压力 这一招不成功 估计就是分手 还有一个方面 施伯雄虽然是富三代 家里确实是有钱 继承人论子排辈都排不上他 对于一个在家族中 没有多少地位的子孙 家族给点钱 让他过得比普通人好就行了 至于他要娶谁 那就随他自己的喜好吧 当然不管怎样 对于即将嫁入豪门 做阔太太的吴谦宇 已经为自己铺好路 并由未来老公亲自 交做生意 开设自家品牌的运动服装 准备减少目前演出 从起初的豪华 到现在 吴谦宇已然为男友施伯雄 改变了很多 不但戒掉了公主病 出一方面更是大有长进 从其社交网站上 就能看到 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 或是其他类型的食物 吴谦宇都手到擒来 想来吴谦宇 已经为嫁入豪门 做好了准备 这段时间吴谦宇还平平下厨 又母爱泛滥 学习带娃 努力学习做人妻 一度被潮 嫁入豪门 愿望落空 现在终于又成为了 准豪门扩胎 这世上有一种舞步 叫做圆舞 步伐简单 但每跳几步 需轮换舞伴 无论转到哪一方 只要一直跳下去 终会遇见你期待的舞伴 而吴谦宇 正在跳这支 取名豪门的圆舞 无论跳到哪里 终归是圈里转 他的落脚点 也只在豪门 因为这是这支舞的定律 只叫有一句话 叫以色式人 阴能久矣 别人喜欢的是 吴谦宇的美貌 可是美貌 只能维持那么多年 没有让人欣赏的才华和灵魂 终究只能是叹化一些 吴谦宇就算是 嫁入了豪门 迈进了那个门槛 以后豪门的生活 也是无法想象的 毕竟 郭比婷就是个例子 加入豪门前 得到公公婆婆的喜欢 特别是婆婆的各种助攻 可是如今的状态 却让人担心 豪门一直都是 意境不易受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吐槽留言 看完 记得点赞哦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语尽 敬请关注哦